哈囉,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年大家玩過最好玩的遊戲是什麼 我猜有七到八成的人 都會回答艾爾登法喚 它是一款什麼樣的遊戲 其實就是 好難 真的很難 難到爆炸 當然對於曾經玩過 無數魂系遊戲的人來說 這款遊戲根本就是小柯等級 只要叫仿生大哥出來 沒有什麼事情 是沒辦法解決的 即便它前前後後修正了好多次 依然是一條好漢 根本就是BUG的存在 講了這一小段 你應該會多少想到 這遊戲帶給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有可能是仿生大哥 謝謝你照顧我 有可能是馬連尼亞 你TM又來這一招 有可能是哪一把武器 特別的猛 不可否認 艾爾登法喚 一定在我們的心裡面 帶來一個很棒的回憶 當然也是有不爽的回憶 所以仿說不異 因為這次的成功 正在開始做一個相當大的計劃 開始招募各界優秀人士 來到公司的內部 還在一次訪談 宮崎英高提到 雖然這次艾爾登法喚結束了 但是還有一款遊戲 正在收尾 那會是什麼樣的遊戲 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聊天主題 聊天室都會為你開啟 各式各樣的話題 你就把它當作是一個普通的聊天室 聽到什麼就講什麼 看到什麼 畫面就說什麼 覺得不錯的話 就點讚訂閱下去吧 首先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艾爾登法喚 就是宮崎英高跟 喬治阿阿瑪丁所開發出來的作品 宮崎英高小時候就超愛 克斯魯跟神話的書籍 利用一次契機 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今年2月25日上市的 《艾爾登法喚》 也是前兩年 每次TGA或是E3展 必定會提到 也提名最期待的遊戲 遊戲發售之後 宮崎大哥也沒有讓我們失望 熱度就像股市一樣 直接衝破天花板 看不到頭 還維持到最近 才開始有慢慢減弱的趨勢 2014年收購F142的腳穿 也在《艾爾登法喚》發售了一週內 股票迅速大漲了非常多 這沒有疑問 是幫Franc software這家公司 帶來巨大的成功跟肯定 還有一堆人 正在期待《艾爾登法喚》的D遊戲 到底是什麼時候會做 真的是給你錢敢做 所以正當熱度超高的公司 這陣子宮崎英高 就算已經拿了他手上的不死戰 為公司殺出一條金錢的道路 但這場戰鬥對他來說 還沒有結束 還有一款遊戲 沒有得到大家的好評 這個消息是在《艾爾登法喚》 發售之前就已經流出的消息 由於國外網友 RekReklish有提到 他當時收到一份 有關於《Franc software》 正在打造的一款星座 感覺是公司內部早期發展過的遊戲 裡面不但充滿濃厚的機甲位 也大量利用三維空間 進行戰鬥跟捕捉 整個冒險還會在 供應高打造出來的奇幻世界裡面 那麼以《Franc software》這家公司 往年製作的遊戲列表看起來 帶有機甲風格的 只有一款 那就是機甲傭兵 《Armor Core》 簡稱AC 不過說來 機甲傭兵的始末 也是非常有趣 早期在90年代公司 面臨經濟泡沫化的問題 原本設計飼料公司的《Franc software》 開始面臨到沒有工作的危機 那時候員工就閒著沒事做一些簡單的3D機器人遊戲 結果當時社長神職力意外的很喜歡 不過那時候因為機甲風格 遊戲太冷門了 所以遊戲就沒有在第一時間給設計出來 中間還被索尼邀請製作第一款魂系遊戲《國王秘令》 直到1997年7月10號 機甲傭兵一代才推入在索尼的第一台主機 《PlayStation》上面 遊戲最大的賣點就是你可以進行大量的客製化 你的機體頭部、胸部、腰部 身上的武器要帶來一些 都可以在AC依靠自己的想法轉換 每個人打造出來的機體 影響數值都會有所差異 遊戲主要的玩法是第三人生的射擊跟近身搏鬥 在PS3的四代 甚至還有自動瞄準的功能讓你使用 這讓很多喜歡機甲風格的人 都覺得當時機甲傭兵真的是心裡的No.1 據他的爆料指出 這也是機甲傭兵的星座 世界觀會有各種不同的僱傭兵 有政府的對立、企業的貪婪 更是有充滿信仰的邪教分子 他們會派出機甲爭奪 可以影響人類社會的外清物質 整個機甲的戰鬥很有類魂的感覺 據他的爆料 所謂的類魂是這樣子 我們對於類魂的定義好像有點不一樣 沒有啦,因為他不是機戰迷 所以就舉出一個有玩過的機甲遊戲 近戰的部分是用你的釀劍方式晉身搏鬥 整個戰鬥會是在地圖呈現三維的體驗 所謂三維就是地面跟空中都可以實現 如果真的要舉一個相當不錯的遊戲 冒險聖哥 抱歉,他沒有不錯啦 機甲戰魔才算是機甲類晉級還可以的遊戲 重點是製作人也是當時做機甲傭命的 電箭一朗還有和聲陣子 基本上可以說是機甲傭命的精神續作 他就是一款實現三維戰鬥的機甲遊戲 你能夠在地面還有空中精神遠程砲擊 你覺得敵人靠很近 也可以直接掏出光劍開打 但是因為遊戲整個是 處於高水準、高速度的戰鬥 所以很多人說 在Switch遊戲體驗下來並沒有很好 加上遊戲主線 差不多就是9小時就可以打通了 導致一些機甲粉絲 對這款遊戲的評價不怎麼樣 後來直到2020年的2月14日 情人節推到PC Steam平台上面 得到不少的好評價 部分喜歡機甲傭兵的人 都覺得這款真的是超越四代的水準 也因為硬體設備上的不同 玩過兩台主機的人更是得到很大的提升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按耐不住的話 這款目前也是在夏季特賣 只是價錢還是高到一個不行 想等的話我建議是可以等一等 而在2018年宮崎英高受邀採訪有提到 他們公司內部現在的規模 是有3.5條的生產線 正在為大家做各式各樣不同的遊戲 其中一個就是日式風格的隻狼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最愛的愛爾登法環 那麼最後一款如果爆料屬實的話 就有可能會是機甲傭兵的第六代星座 這幾天更是提到現在遊戲 已經處於開發的最後階段 我想應該會是明年見到星座的出現 所以話說回來啦 如果這次機甲傭兵要做一個更大幅度的個性 添加大量的魂系味道在裡面 這對機甲粉會是一件好事情嗎? 因為機甲遊戲如果你要玩得很爽 會有著戰鬥體驗 不外乎就是遠程跟技戰 兩種去做搭配 真打搞得跟魂系遊戲一樣的話 整個選擇性是不是就會變得比較低一點 最值得考驗的就是 戰鬥的速度感會不會因此大幅下修 因為我們都知道 愛爾登法環最大的考驗 會是敵我之間的對應 什麼時候玩了打了哪一招 是不是結束了 該不該換我了 都是我們可以在遊戲裡面體驗到的 那麼換到機甲遊戲 你看到有這些要素嗎?好像沒有吧 絕大多數都是運用身上的機甲爆射 考驗你的反應 能夠一瞬間閃掉 就會讓整個體驗變得相當爽 看得出來兩款是完全不同玩法的遊戲 就算真的把機甲套用在 愛爾登的框架裡面 又是你喜歡的樣子嗎? 當然如果趁愛爾登的框架優秀 大多數人都還很喜歡的話 或多或少還是會有很多的買單 畢竟這個框可是金邊的呢 所以就算套上去 我想依然還是會掀起一波熱潮 而且宮崎英高看起來 並非要在這裡就止步 這陣子公司也在開始努力的拓展能力 開啟公司內部的各大職缺要求 有策劃、系統規劃、程式設計 研發、3D建模還有雲端類的工程師 各種大大小小的職缺 都可以在公司裡面見到 職缺印證裡面還有一個值得注意到的就是 公司內部也是沒有放棄機甲類的風格 因為在角色3D建模的部分說明有提到 創造人類、生物、機甲等相關的3D圖形 可以知道宮崎英高似乎是 還有更多的想法還有企劃 正在他的腦袋瓜裡面繼續跑下去 而且如果真的應徵到他們公司 遊戲銷售成績不錯的話 也會有更多的獎金可以拿 像是艾爾登返還的成功 這次獎金提高的幅度就拿到了4個月 如果你是核心成員的話 還更高喔 只是我們只知道這個福利好像很不錯 並不知道多少錢 而且其他成員也增加了一個月 看得出來因為這次的成功 角川也投資更大量的經費 給公司運用了 那這款遊戲 謠傳會是XBOX跟PC的獨佔遊戲 因為Face Spencer有提到 Front Software正在為他們打造一款科幻遊戲 不過也有人說 因為那時候XBOX剛推出機台 手頭上並沒有太多遊戲可以發佈 所以才會刻意說 正在跟他們合作 當然我個人是覺得 這則消息也不可能 因為這一陣子 微軟對於科幻宇宙風格的遊戲 真的是超有興趣 看看他們家的星空 就知道有多少人期待了吧 如果近期能再多增加一個機甲風格的話 真的是會為XBOX的獨佔遊戲 多了一點色彩 所以正當愛爾登法環結束之餘 這款遊戲既然正在收尾的階段 代表有可能會是在明年才會發佈 最新的消息了 畢竟最大的展示會已經過了 是不是會突然來一個陳咬金 也是有可能 OK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我這裡對於機甲的題材 其實算是一半一半的想玩 因為我對電影的環太平洋 還有變形金剛 有一個很高的評價 但說到機甲遊戲 我玩過的經驗 真的是手指頭數得出來 就連以前有人推薦給我機器人大戰 也是完全沒有去碰 這陣子機甲戰魔特價 真的是該考慮把這個系列的經驗 累積累積了 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對這次宮崎金剛的星座 想法是什麼 你覺得會是機甲風格嗎 還是你覺得會是偏向異度神劍的類型 有異世界、生物、人類、高科技的綜合體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就感謝你把影片看完了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